作詞曲 李宗盛 攝影帶領著我走一條屬於自己的心靈的路程 令我的眼睛、我的思想有改變 我就是周啟薇 現在我20歲 我在香港之專學院讀書 我判工讀的 一個人住 不是同一個人住 我1999年跟親戚過來的 很長時間和家人的接觸是很少的 所以有機會在電話面營的時候 我就會很珍惜 其實我是中四那一年 加入了士兵班 就加入了三年 老師要我們由自己開始去認識自己 再拍攝自己 再拍攝身邊的人 相片裏面有些好像 通常拍晚上 一個人 這些其實是代表著我的環境 雖然我不是經歷很多 但我經歷過那些 跟年齡的青少年不一樣 因為他們可以陪在家人身邊 其實他們想擁有的東西 他們是有的 但我想擁有的未必有 其實我比較喜歡拍攝一些有人的氣息的東西 之後好像坐車的時候 多了去發現那些人原來是很累的 這個城市是 無時無刻你是看到有座椅 或者有得坐的地方 你看到那些人的情緒是很低落 很累 我就會想用自己的作品 可不可以去令那些人 反思自己 為何每天都要牢牢去做些 可能不是自己想做的事 很多人都覺得我的作品 或者我拍出來的相片 感覺是很悲觀 很深沉 很不開心 但其實在我的相片 或者我的作品裏面 其實是帶著一種希望 其實我很想去做記者 但是我想做的那些 就不是大是大非的新聞那些 但是我是想做一個 是城市裏面的記錄者 是做一些很平凡很簡單的人 生活中的狀況 我知道每個家庭 每個人其實都有一個很漂亮的故事